台风天放假与否 不管放假或不放假 三民不需要信口开河 什么意思 人民有言论的自由 因此很多人喜欢在新闻网站 社交平台留言 或者发表个人意见 这绝对正常 也是权利 有话就讲 民主社会很必然的事情 可是有一个重点 任何事情都有前提 也都有原则 但是无事不酸 信口开河 甚至胡说八道 人身攻击 这些就以言论自由的原意 背道而驰 过去几天台湾遇到 强烈台风来袭 天有不测风雨 台风来也正常 也许造成灾害 或者决定要放假或不放假 这些都很正常 强烈台风来袭 而且又是强烈 这气象局说的 它专业的 这是所有台湾人都关切的事情 大家在新闻网站上 想留言 有人看完就不留言 也是你自由 你想留言你的自由 表示个人意见 OK 这正常也不过 但是许多人也不再是单纯的留言者 而变成了标准的酸民 以各县市政府决定 是不是要放假为例 酸民们的发言 或他们的看法 会不会超过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这些现象 是不是有 当然有 是不是合不合理 不合理 比如说我的看法 就是分这几个 酸民的想法 不合理吧 这极小各县市政府 该不该放假 放错假 当然两种情况 一个是 这个风平浪静 没什么风 你怎么放假 笨蛋 或者是 这风雨好大 结果你没有放假 更是骂臭头 极小 像最近都是放假 结果风平浪静 极小 然后又是极小 极小风雨不大 你为什么要放假呢 山民只是键盘下 并不是决策 不一样 也不必极小 什么赚到一个台风架 这几个观点 那为什么说 不要信口开门 这都很多事情 都有道理 你说谁跟你讲讲话 也没什么关系 有关系 言为心生 大家讲话 第一个反映你的水平 发言多了 就代表 大体上 大家的水平 当然很多有水平 他不讲话 也有了 可是你发言 就大概超过个 一千个以上 这也不少了 也可以相当反映 就是反映台湾一个相当一个比例的老百姓的水平 你说只有三五个留言就不用管他 你说超过一千个 那有代表性 你看一般民调一千个就可以算数了 当这个强烈台风动不动都一千多个甚至两千多个留言 哇这个酸民啊 尖板下很多 绩效政府 该不该放假 这为什么要来批判一下 所谓千金难买早知道 人没有预测的能力 事后当然知道 可是你用事后知道的 去批评前面不知道的时候 那也不公平 而各件事政府决定是否放假 是在事前 你连当天早上决定都被骂错头 你看前一天 让大家好应变 不管放假不放假 一定前一天晚上 比如八点宣布 大家还没睡觉 吃完饭还可以 这都事前 可是当天会怎么样 谁知道 可是我也不能当天宣布 被骂错头 我只能前一天晚上八点 过八点之前宣布 过了八点人家就骂 我都要睡觉了 我来不及 重点在事前 但是网友大肆批评 是在事后 有种人家宣布的时候 你就当天晚上八点九点 实践去骂 那你骂是在事后 当天一看 结果没什么风雨 就骂了 事后 事前跟事后不一样 事前你不知道 事后你当然知道 前一天晚上 政府并不确知 隔天的实际风雨 大小 不知道 只能根据其他 你的资料 跟实际上 牵涉到很多复杂的东西 实际上会怎么样 不知道 只是大致做一个判断 但是网友 当天 网友当然知道 是一种 我早上起来了 有没有风雨 睡觉起来就知道了 这种以事后诸葛 去批评事前预判 不是很不公平吗 有种大家一起来事前预判 网友有种讲 结果之外 民间无风无雨 结果真的是这样 那帮你喊个赞 你事情也没讲 你当天讲 各县市政府主管 不是白痴 不是无脑 他们的学籍 都远胜一般人 很多的硕士博士 当然懂不懂气象 不见得懂 可是 他的本职学人 超过一般人 而且他们还有阵容庞大的幕僚群 各单位局处首长 还有些顾问 一大堆的幕僚群 作为智囊 所以县市首长不是一个人决定 也不是一群县市首长决定 他们有庞大的幕僚群 因此他们的判断力会输给酸民 酸民是一个人 个别的一个人两个人 难道他们会输给酸民吗 不可能 当然了 政府官员 当然通常不是气象专家 因此他们决定是否放假 是依据中央气象 经过资讯 因为你是在业的 你的预算给你 你就是要找 什么打气物理 地质学什么 找这些人 你不会说学国文系 英文系 这个数学系 物理系也可以 就是学有专机 他们的人里面都是学有专机的 也就是说根据 而且他们还有这种电脑软硬体 这种模拟程式 也就是说根据一套准则跟流程 例如阵风打到多少级 这也是预判 可是当天还没还没到 那当然不知道实际上 就是预判 就是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专业 例如阵风打到多少级 比如十级以上 十级以上 雨量差不多多少毫米 比如说三百毫米 多少毫米 预判 而决定隔天是否放假 所以他们根据这张气象署 就算是实际状况不符 那也是气象署的事情 也不是现实所找的事情 所以要骂 顶多骂气象署 但是气象署你也不能骂 因为至于气象单位 是否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 那不可能 不但台湾不可能 日本也不可能 美国也不可能 英国也不可能 就大致上 所以一个证明 就是说 如果那个台风 它的暴风漩或台风也 比如说离台湾 还有个2000公里 1500公里2000公里 哇 那个各国路线图很多 美军的美国 日本 新加坡 台湾 飞宾 中国大陆一大堆 哇 那个图乱七八糟啊 有的时候像台湾南北400公里 有的时候超过400公里以上 你说都是各国气象单位专精人士 怎么差那么多 那大家电脑的参数不一样 模拟的方法不一样 而且变数很多 高气压 低气压 领导气流等等 可是越接近的时候 大概就统一了 像这次也是一开始 你一个1500公里的时候 哇 那个路线乱化 有的划到日本 有的划到台湾北部 有的划到台湾 有的划到台湾南部 乱化 也不是乱化 就是预测差很多 但是差不多 快到台湾的时候就同意了 大概就是伊朗化的比较柔证 因为天有不测风云嘛 这句话至今仍然适用 另外可以确定的一点 就是气象单位肯定比专民更专业 一定嘛 你说气象署还没有专民专业 那个笑话 当然专民可能1%0年级也懂气象 可是就算你懂 顶多是同行吧 你也不见得比气象署专业 而且气象署是有电脑 有软硬体 有过去的资料 有各种模型 参考数据 还有很多有经验的在里面 他们怎么可能输酸民 第二个 气象风雨不大 为何放假 不需要笑 为什么呢 除了经有不测的因素之外 许多酸民也外面太一己堕人 这念堕 像习近乎念一己堕人也可以啦 一己堕人 例如这次台风 台湾北部地区的民众 可能感觉 我就是风雨不大 你气象署说 假的台风 可是我北部啊 台北啊 桃园啊 是基隆啊 可能我就觉得风雨不大 但重点在哪里 但是这并不表示 中南部县市的风雨不大 你台北也是台湾嘛 台中有台湾 台南也台湾嘛 高雄屏東也台湾 花点也台湾嘛 就整机感嘛 北部若干地区可能一天降一量之后 一百毫米就没什么啦 但是高雄屏東地区可能一天就降下超过一千毫米的经验率 差十倍以上啦 十倍就很多啦 一百块跟一千块差很多 你那边没下不代表其他地方不下 台湾不是只有北部嘛 也不是只有台北嘛 北部当然没有沿水啊 可是南部若干地区烟产啊 那又怎么说呢 烟产啊 又或者 可能某些人觉得当地啊 没有什么风 我这边就没什么风啊 觉得放台风降 台风降是以风为主嘛 当然优异啊 莫名其妙啊 但是米那个地方没什么风 但的确有些地方的风非常强劲啊 台湾虽然不大 可是最近是有3600 36000平方公里啊 而且各县市地形也不一样嘛 地形不一样 雨量就不一样嘛 一般高一点 地形啊 比较高一点容易 雨量比较多嘛 所以一般雨量 台湾来讲 山区啊 山区嘛 山区比较降雨量大 平原啊 就少一点 而且台风的雨 带着分布也不近相当 你看那个卫星 卫星那个云层图啊 同样是个台风 哇 远看 就是密密麻麻 白色很密 可是你把它放大以后 怎么中间有个穿孔啊 像这次台北啊 没什么风雨 就是 这两天啊 就刚好 它那边云层比较稀薄 虽然是它是走比较偏本 但是呢 它的那个 我们说讲雨啦 雨的话 它就是台北上空啊 或者北部上 就台北上面那一带 云层就稀薄 因为它不是 它的密度不是完全一样 那你看反而是 南部挖它云层好厚 就台风雨以外的分布 也不尽相同 所以啊 村民们实在不需要 以自己所居住的地方 去衡量台湾所有其他地区 另外 网友啊 在留言反映风雨情况之后 最好加注啊 加一个触解 加一个说明 我住在某某县市啊 甚至我住在某某乡镇 不然大家留下 我住在无风无雨 住哪里啊 不知道 我这里风雨好像住哪里 不知道加注我住在哪里 这样 比较会让大众了解 客历实际状况啊 也可以作为综合比较 因此啊 大家在留言说 最好加注 啊 比如说啊 我住在台北市啊 没什么风雨啊 你没风雨 晚了台北没风雨啊 很好嘛 而我住在桃园 根本无风无雨 哇恭喜你啊 没事啊 而我住在嘉宇 哇风降雨大 哎呦 嘉宇就厉害一点 而我住在高雄 啊烟采 呦 高雄烟水 而我住在屏东 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风雨 哎呦 那是不是 每个地方就不一样了 那你说 虾子摸像嘛 你当年摸到像腿 像鼻子 像的腿啊 像的尾巴 每个都不一样嘛 你不能说摸到像腿 就是说像长这样子 摸到像的耳朵 就是说像长这样子 有些地方就没事啊 有些地方就有事啊 有些地方不厉害 有些地方就很厉害 大家住一下 那么整体来看 不就客观很多吗 台湾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啊 一个台风过来 有些地方没事 有些地方有事 这样不是客观多了 那你那边没事 恭喜你 那你要参考一下别的嘛 那别的地方可能有事啊 或者你那边有事 可是你也参考 哇 有些地方真的不错啊 这个完全没事 再来的 酸民只是键盘一下 他不是决策者啊 差很多 酸民跟政府的一个显著差别就是啊 酸民就身体强强就算了 这个讲错了也不用负责任啊 当然有时候 这个人身攻击也许被告 或者讲炸弹 讲一些危险东西啊 也许会被警察去找 也不一定啊 但是一般来讲啊 在言论自由范围之内 随便讲讲就算了 可是政府是要负责任啊 不一样的 各县市政府 主旗市者 当然知道放假不放假 都是只是其他 放假也是大事 不放假也是大事 如果决定放假 就会影响行政及工商业的效率 影响正常啊 大家去办公务办事情也不方便啊 要去办护照啊 要去换身分针啊 要办什么什么东西也不方便啊 这个有去工厂啊 进工一间 当然有的是要扣价啊 都不一样 那如果不放假 又可能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哇 这事情就大调了 这是有利必有弊的困难决定嘛 没有说放假一定好 或不放假一定好 放假有利有弊嘛 不放假有利有弊嘛 当政府如果决定 啊 我要放假了 那当然就知道 会影响行政及工商业生产 一定的嘛 但是我决定要放假 就是我的目的跟焦点 就是要避免人民 人民啊 生命财产受到损害所需 那政府也知道 如果结果我决定放假 结果当天实际风雨不大 应该讲 某些地方呢 也不可能全台湾都风雨不大 如果你那个现实风雨不大 那就会被人家批评啊 但这里是现实这种必须承担之重 那没办法 没政府啊 这也不能怪你啊 听众不测风雨嘛 可是你必须要承担 就被骂一骂就算了 也不会说 操家灭族嘛 也不会鸡大锅嘛 就被骂一骂就算了 任了 相对 如果政府决定 我不放假决定 就表示风雨没有达到一定标准 因为我资料是七家族给的啊 我也不是专家 其向署给我什么资料 我就做什么判断 但是如果实际上风雨并不小 我决定不放假 结果风雨怎么那么厉害 必然就会被某些修理 但是政府决定不放假的目的跟交流 是不影响行政效率跟工程上的生产 而且你其向署给我资料就还好啊 没有超过的标准 即使被酸啊 被讥笑啊 被修理被骂脑残等等 也是必须承受 那没办法 但是相对啦 酸民呢 需不需要负责任 当然不需要啦 随便你讲啊 说错话 要不要负责任 也不要啊 所以当然可以当个键盘侠 随便照自己的心意啊 想骂谁啊 骂错了也没关系嘛 骂错了也没关系嘛 骂对的表示我厉害嘛 骂错了怎么样也没有管我啊 有一句话 当家方是柴米贵啊 如果三民呢 键盘侠有交易啊 当了政府手段 相信他们的态度 就会有了180度转变 所以我们说 人换了位置 脑袋垫 可能现在政府官员啊 可能他没有主管的事情 他也是可以加一大堆啊 但是他坐那个位置 他不能随便乱讲话 三民呢 平时还随便欠满家 随便乱讲话 可是万一他当上主管以后 他也不敢了 也不敢乱讲话 也不必去计较 什么赚到一个台风价 台风价是一种防备嘛 一种硬变嘛 那不是什么赚到嘛 也没什么好获利 也没什么好处嘛 不是 当然有好处啊 就不用上班了 到政府单位就不用上班了 民间有的还要扣价 那不一定 还有有些人 就算放假 就是小单位啊 就是微型企业啊 你说保险要不要上班 保险要上班啊 有没有奖金也没有啊 很多这个小吃店啊 就是也不是每一个都使用 老几房 还是有些人 还是要上班 台电啊 台电啊 几千人 全台湾几千人还是要上班啊 说赚到台风价 绝对是石后诸葛 当然啦 如果放台风价当天 若干地区也许真的没有什么风雨 但重点是石前神区的啊 你说放台风价 一定是无风无雨 那你如果双民间大家讲错啊 造成人民才能准时 你父子啊 不管我的事 可政府就跑不掉 而如果当天 确实照旗降单位所预测的风强欲大 而政府又没放假 甚至啊 造成若干人死亡或受伤 那这笔帐可以由酸民键盘下买单吗 你们能买单吗 不能啊 可政府跑不掉 这两个立足点就不公平啊 你没有同理心啊 你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 另外啊 这一点很重要 也不必强调什么 电源啊 KTV啊 什么卖场啊 顾客爆满 因为啊 这就是台风天啊 就算当天放假也没什么风雨 它还是台风天嘛 就算是下雨死不了人嘛 下雨顶多零个落塘旗嘛 我觉得大家会带伞嘛 在室内 可是问题是你出去啊 你不可能全部都在车里面嘛 就停在地下室 就是很多人还是要在路上走来走去嘛 要走一段路嘛 或者你坐完捷律 要走完一段路嘛 但是究竟台风天啊 随时有可能有枪风刮来啊 天有不测风雨嘛 你出门的时候觉得无风无雨嘛 可是 那你出去了 去唱KTV啊 去电影院或去卖场去哪里啊 搞不好在哪里 乔风就推过来 就算乔风也推不倒我啊 乔风也不会不好挂死啊 我不怕 可是马路人行道上 可能会有大楼池山掉落啊 这很危险啊 因为台湾很多大楼老旧啊 他池山本身就已经不稳心过了 大概十年以上就开始有风险 有了二三十年啊 平常他就会掉 碰到台风更掉的厉害 这次也掉了一些嘛 把车子把人砸死了 砸受伤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 下雨啊 台风啊 包大风的时候 就尽量避免大楼 经过大楼 真的要走的话 就尽量怎么办 就离他远一点嘛 或者电线脱落以后 有可能电线被强风吹落 你看这次那么揍女儿像 也吹掉了 掉下来把车炸得一死一伤 电线脱落的时候 可能掉地上 它有电啊 可能触电 路招啊 这个各招牌可能脱落啊 被风刮落 在地上滚动 滚动有的很利的啊 金属的嘛 边边是金属的嘛 还有玻璃嘛 这路上滚动的危险 在台风天放假的时候 即使你觉得风雨不大 但是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比较稳当的 如果你觉得赚到一天台风架 我赚到了啊 没什么风雨啊 跑出去玩啊 买东西啊 唱KTV啊 到电影院啊 或到什么地方 那你万一 除非你说 我都不会在湖外 我就是车子直接停在地上 停车场 我就上去了 没事 那可能好一点 你就不要走路啊 你就不要做据运 不要走路啊 不然你万一被外墙子弹砸伤了 被地上脱落了电线 碰到处境 你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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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这风雨没有 人有旦夕祸福吗 被滚动的路灶 撞到了受伤 或者 你没有受伤 但做捷运 捷运啊 我家人就是 要去看病 回诊 结果 去的时候做捷运 结果回来说捷运停时 那也会紧张吗 捷运停时会紧张 你要怎么下来 那如果是不开 你就不坐 你坐机箭车 或怎么样也可以嘛 坐公车也可以 你坐到一半 这是紧急停时 怎么办 开车出去 那我开车吗 结果我爱车啊 被物件撞到 被路招啊 被什么东西掉下来啊 碰到电线 一大堆东西啊 如果被撞到 车子凹了一个洞 就算人没事 熬了一个洞 那你也很 很触眉头嘛 所以古人啊 或老一辈的人啊 不是经常劝大家 凡是留有一地嘛 你要骂人家 留点一地嘛 不要骂那么凶嘛 要有点人情味嘛 要同理心嘛 讲话之前 你要经过大脑嘛 不要一头热 脑子一热 小骂什么就骂什么 做人不要太过分 留点一地 凡是不要太一厢情愿 你是这样想 别人不一定嘛 你这边无风无雨 别地方可能风雨很强很大嘛 你这边没事 人家那边在淹水嘛 凡是不要太一厢情愿 不要太主观了 要有同理心啊 等等 这些智慧名言 这都是一般的嘛 一般人情亦理 但是啊 酸民 键盘侠 好像完全不懂 这些做人处事 基本上就不懂 我只管骂 就刚刚讲那么多东西 完全想不到这个道理 反正 你放假我也骂 不放假我也骂 什么都骂 然后我这边无风无雨 我就觉得全世界都没有风雨 别地方我们游戏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关心 我也不管 所以重点 但是啊 酸民键盘侠好像完全不懂这些 做人处事基本道理 就过分了嘛 凡事不留余地嘛 讲话前 之前灭清过大脑 做人很过分嘛 太一厢情愿嘛 灭同理心 这就很多啊 不是每一个啊 但是既然叫酸民嘛 就是无事不酸嘛 那键盘侠 反正我打键盘子就处事 不管了 我也不要负责任 被我骂了活该 不懂嘛 所以酸民键盘侠不懂这些基本道理 做人处事不懂 最后我在YouTube上有三个 重点比较这三个 东西也都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集在这里